- 阿彌 - 阿彌 - 哈囉大家好 - 我們是Mr.1康浩 - 嗨 - 我是小彎 - 丁彥 - 那我們今天要來講的是 - 我們大家一直以來很多 - 很常會有的問題對不對 - 什麼問題 - 就你打的時候有沒有發現 - 在打鼓的時候會有時候打不出 - 那個噔的聲音 - 現在比較好 - 但是現在是 - 我不知道怎麼教小朋友打得出那個聲音 - 喔 - 所以有時候打出來會有一些 - ㄉㄨ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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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瓦聲 - 打鼓的時候 - ㄟ 不好聽 - 為什麼別人打得比較好聽 - 其實呢 - 手的厚度阿 - 跟打鼓有很大的關係 - 你看像我的手 - 肉很多對不對 - 不只手 - 全身都很多 - 手厚 - 打起來 - 共鳴就會好聽 - 我們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- 我們打的時候一定要拱起來 - 拱起來 - 拱起來的用意 - 你知道是為什麼嗎 讓它有空氣 對!讓它有空氣 然後首先這個手要有一個防漏材機制 防漏材的機制 就是沒有縫隙 我有縫隙耶 有縫隙要戴戒指 圍拱之後 碰上來不能就這樣僵硬喔 撫平它 圍拱之後碰到撫平 拉起來 太快拉起來了 對 碰到拉起來 碰到拉起來 對 任何的硬的地方 硬的地方都不能碰到骨片 就像你拍手 你會不會拍低音跟高音 拍手 對拍手 低音跟高音 對拍手拍得出低音那個 低音 手拱起來再手起來 喔喔喔喔喔 就像啵啵啵的感覺 對 這樣 好 高音咧 對 貼石 所以大骨拱起來 大骨拱起來 小骨貼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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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之前都沒有教這個耶 這很好用 這很好用對不對 手拱起來 就等於大骨小骨嘛 沒錯 大骨小骨 對 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你 如果沒帶骨出來 你就可以拍手 來大家我們一起打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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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十六怎麼辦 十六就可以這樣子 OK 好 打完 然後呢 如果你們想要 讓你的手長肉對不對 要怎麼練習 大家一定會問這個問題 手長肉 對手要長肉 手要長肉 嗯 而且我也教過一個學生 哇靠 手超細 都是骨頭 他打起來真的是 咳咳咳 就是這種是這種聲音 打大骨是這種聲音 沒辦法 你只能多練習這個 你都像練雞肉這樣 對拍 拍出手掌 拍到手掌時 拍出聲音 這個 讓手指長肉 然後這裡會酸 這個 多練習這個 嗯 拍聲 拍出聲音 讓手指有力量 你們拍有聲音嗎 有 有 有 基本上練習就有聲音 為什麼 聽音有聲音嗎 有 很多人沒有啊 你現在也算有的 因為你常常彈吉他 手指有力量 我很用力的欸 多練習 你的手指就會更有力量 可是你們三個都比我大是不是 他們都打鼓的啊 我彈吉他 對 彈吉他只有 這種力量比較大 抓啦 抓的力量 所以你抓人應該很痛 這是握力 這是握力 我們是握力強 你是抓力 指力強 你說這是握力 這是握力 我們是握力 我們是握力 我應該指尖啦 指尖 我這邊可能 不夠力 所以比如說你去那個九份抓黃金 應該抓得起來 他是靠 喔好像是喔 應該是可以 對對對他是要這樣 直直的這樣 撐起來對不對 可不可以喔 九陰白骨爪 好 我來去抓一下 抓抓看 好去抓一下 好 那今天就這樣就這樣 好不好 那我們下次見囉 好 祝大家天天快樂 我是小萬 並言 掰掰